如果在上堂的时候不明白老师讲的东西,可以直接跟老师讲 すみません,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,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即是说,不好意思啊,我不是很明白 すみません,よくわかりません 如果老师讲解之后你明白了,你可以说 わかりました わかりました わかりました是わかります的过去识,即是明白了 わかりました 如果见到个字不识读,你可以问老师 どう読みますか? どう読みますか? どう都是how的意思,怎么样 どう読みますか? 另外,如果见到些东西,不知日文怎么说,可以问 日本語でどう言いますか? 这里的de,即是说,以,用,用日文怎么说 日本語でどう言いますか? 如果想用这个flash重温这些教室用语 可以到我们下面的网址 www.todai-study.com 我们也都将这些教室用语印制成一个精美的file 在Facebook那里给一个like我们 你就可以到我们学校领取 如果你不方便来的话 可以找多个朋友,给多一个like 或者在YouTube channel subscribe订阅了我们的话 只要你message告诉我们 我们就会邮寄给你的了 Facebook いいねをよろしく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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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